大家好,欢迎来到沉香醉梦,关注身心健康,创造美好生活,我是小梦。 现在有很多的人为了追求刺激,就选择了出轨,其实当初出轨的话,好像是男的比较多,其实在现如今的社会当中,女的出轨也是非常普遍的,特别是有一些有男闺蜜的女生, 这样的人是最容易出轨的,因为男闺蜜非常的清楚自己的喜好,而女孩子一般都把持不住这一种男人,于是就会选择出轨。 可一旦出轨了,那么出轨的人肯定不会有一个什么好下场,小强就是有一天发现自己的老婆变得特别的神秘,后来经过一查才发现自己的老婆已经出轨了, 而她知道后却并没有说什么,反而是直接将计就计,在后来妻子出轨和小情人一起出去约会的过程当中, 她直接选择了把所有的亲戚叫到面前,让妻子的颜面无存,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关于小强的故事吧。 小强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的老婆会背叛自己,因为小强对待自己的老婆真的是非常的好,所以小强一直都觉得自己对待老婆这么的好, 那老婆肯定会很爱自己,在没得知妻子出轨之前,小强一直都是有这样的想法,直到有一天小强做好晚饭,喊妻子吃饭的时候, 可是妻子却推三组四地说自己要出去和闺蜜一起去玩,当时小强也没有说什么,想着自己的妻子和闺蜜一起出去玩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, 于是就对妻子说,那你们出去玩,玩得开心一些,如果你们要是没有吃饭的话,那我就给你们留着饭, 当时小强的老婆笑得非常的开心,亲了一下小强的脸,就出去了,小强也没有说什么, 就一个人独自地坐在周边吃饭,在吃饭的过程当中,小强突然间发现自家的餐巾纸好像是没有了, 就打算吃完饭去超市里去买,可是没有想到在超市里,小强却遇到了一个让他终生难忘的一幕, 自己的妻子确实是和闺蜜出来逛街,只不过不适合女闺蜜,反而适合男闺蜜, 两个人举止,非常的亲密,小强发现那件事情之后,就悄悄地跟在了他们的身后, 看他们两个人在自己的楼下亲密的亲吻,小强突然间觉得特别的恶心, 于是趁着老婆不注意,就偷偷地从后门溜回了家, 回到家之后,想想就直接呆呆地坐在沙发上, 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老婆会背叛自己, 等了一会儿小强的老婆就上来了, 反而还开心地跟小强说,自己今天购物买了什么东西, 和闺蜜在一起有多么的开心, 小强要是没有看到自己在楼下看到的那一幕, 肯定会听信的,可偏偏小强知道了自己妻子已经出轨, 小强见自己的妻子跟自己聊得这么开心, 突然间觉得自己的妻子好慧眼, 于是想想就决定报复自己的妻子, 毕竟没有哪一个男人能够接受自己的老婆出轨别人, 背叛自己的, 于是小强就偷偷地在自己老婆的手机上装了定位, 直到在前几天的时候, 小强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老婆和他的小情人两个人一起去了酒店, 于是小强就偷偷摸摸地也跟到了酒店, 之后就给小强的老婆那边的亲戚打电话说要给他们一个惊喜, 当时小强的老丈人也没有想什么, 就带着所有的亲戚都过来了, 可当所有人过来之后, 推开门看到里面的一幕, 却把他们给吓住了, 因为他们看到了小强的老婆和别的男人在一起, 搂搂抱抱举指, 非常的亲密, 当时小强的老婆和他的那个男闺蜜, 两个人都被吓了一跳, 小强的老丈人也是突然间变了脸色, 把所有的亲戚都给解散了之后, 就给了自己女儿一巴掌, 然后怒气冲冲地离开了, 小强看到自己的老婆颜面无存, 就觉得心里特别的痛快, 好像自己当初被戴了这么多年绿帽子的丑已经爆了, 于是小强就冷冷地在旁边看着自己的老婆放大了, 和自己的老丈人解释, 而等老丈人离开之后, 小强就拿出了结婚证, 两个人就这样去了民政局办理了离婚证, 因为小强的老婆是出轨, 所以小强的老婆在离婚之后是净身出户, 没有带走一分的财产, 在最后小强的老婆成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恨的存在, 所以一个女人千万不要出轨, 而且如果你和自己的老公如果没有感情的话, 可以坦白地跟对方说自己已经没有感情了, 如果想要离婚的话, 也可以光明正大的离婚, 而并不是选择用这种方法去寻求刺激, 因为从古至今出轨从来都没有什么好下场。 好了,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,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, 谢谢大家。